一大早先来买两个刚做的面包 香粉粉的 这个好 还有这个 后面都一样 后面都是这个 碳灰嘛 这个可以了 这个可以了 四千一个对吧 四千按照现在汇率就是 人民币三块钱 买两根 两根六块钱兄弟们 刚做出来的这个法门面包非常香 还有帮他扶到头上去 他每天就顶着这个大面包出去卖东西来 这样走不好了全掉了 也很辛苦 你好 你好老师 大家看到这段那就知道 今天我们要干嘛了 墙上装个叉子 对吧 这是开关总成 啊对 我们今天来就要帮老二家接电兄弟们 搬过来有十几二十天了 家里一直都没有电 今天我们买了电线 买了开关买了个灯泡 但是这个灯泡才不地上 灯泡买的太小了 我们的电工 一会我们就要开始了 咱开始把这线扯一下兄弟们 总共是三十五米 昨天晚上搞的那个工电局呢 帮我们测了一下 这个黑的线 从哪边接电过来呢 从那边 肉肉家前面上面有个那个 接电的口 从那边接电过来 以后他呢 每个月交是交两万当地币 就是交十五块钱了 十五块钱人民币 一个月的电费 买线 三十五米线 加上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 加在一起是 三十五万 然后工电局呢 接电的费用是二十万 三十五二十五十五 五十五 然后电工呢 再操作一下 可能给个五万 六万 总共花费六十万吧 六七四百二 四百五十块钱 差不多吧 老二家就完成接电了 兄弟们 这小子 从小就学会打酱油了 你看吧 他手不动 这线也被拖着走 但是在这 捋啊捋捋啊捋 也算一份出力了 是不是 屋里头简单的走个线 以后这个位置呢 就是老二家灯泡的位置了 在中间嘛 是不是 灯光往两边辐射 他这个也不能说 做的很美观了 临时的 因为墙上都没粉 直接就拿个那个线卡子 直接钉到这个墙上就可以了 一个灯泡 一个插牌 你好 老二 一个灯泡 一个插牌 就可以了 兄弟们 老二老婆 虾 你说叔叔阿姨好 你好 你好 旁边这个还有个老人呢 老人是肉肉 肉肉他爸爸的姐姐 你好 你老婆你得教他中国话 知道吧 好了 给他擦上 哎呀 这样就行了 老二今天晚上就有电了 兄弟们 就是这个造型 这边是一个插牌过来 可以冲手机 带动电风扇 这边这个开关呢 是带动这个灯泡 晚上就有电了 再也不用摸黑了 对 还有这个电风扇的钱 咱没算啊 电风扇攒牌是多少钱呢 18万 插牌2万 电风扇18万 人民币的话 130块钱吧 然后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老二家的屋后兄弟们 老二是最右边这个小屋 现在他要在屋后 做一个这个东西 画了一个小圆圈 拿这个小木棍啊 倒一倒以后 把它围起来 干嘛呢 晚上可以在这里洗澡 洗完澡以后回家睡觉 哎 舒舒服服的哈 因为他们家这个里头 卫生间没有装修 蛮乱七八糟的 所以说老二就自己 找了一点那个小木头 在后院画了个圆 准备开始搞了 这边我给老二改了一下 兄弟们 原来他画了一个大圆 我说你这个在中间 洗澡太大了 因为洗澡嘛 是比较私密性的 对不对 那么大的空间呢 人呢 会有那种不安全感 我让他给他改成一个正方形 对 给他改成一个正方形 这样不就可以了吗 缩小空间 也能够节省这个木料 节省它以后围着周围 那个布都能够节省一点啊 刚搞了几根这个一样粗的这个小木棍过来 兄弟们 老二现在要把它们一分为二 作为这个力柱 开始自己给自己建一个那个洗澡间 就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一会儿周围用什么围起来呢 就用这个 编织带 给它解开以后啊 用钉子钉在这个木棍上面就可以了 老兄弟们 给大家看一下 老二砍了多少小木头过来 十几根哦 现在是这样的 力柱弄好上下 对吧 支撑架给它定起来 这样就能结实了 小老弟 这边带着用刀给它割一下 把它展开就可以了 一个带子展开以后面里还挺大的 不是吗 ok 行了 这样一个带子可以形成一个这个 一平方米面积差不多 对 然后这边再用钉子给它盯上 洗澡的时候就不怕别人看见了 ok 四面都定好了兄弟们 我看看多余的木头再给它弄几个支撑腿啊 让它更加牢固一点 现在还不是很牢固我感觉 晃来晃来晃去的啊 那以后刮大风给它刮倒了 那这边还留了两个这个你看 破伤风之钉 方知有人想着给这个偷偷潜入他们的洗澡间啊 呃 这里提前留了两个暗器 一不小心有可能被这个刮到 ok 多余的鞭脚料都给它去掉啊兄弟们 看看老耳还推了点这小狮子过来 第一步是这个木结构兄弟们 第二步是呃 往上面钉这个鞭脂袋子 第三步呢 就是这个洗澡间内部的一个硬化了 找一点这个水泥砖 铺一层 再铺上老耳刚刚推来的这个小狮子 这样洗澡的时候啊 地上的这个沙子啊 就不会溅到人的脚上 就会相当的干净正洁哦 这边鞭脂袋也在 哎 哦对是这样的 它敲一半 然后再把它 这样横敲 带子就固定到这个小狮子上了 天丝砖是老二的老板行 兄弟们 今天就来贴这个大砖头 先用这个水泥砖 给地上铺一层啊 给大家看看 里面的造型就是这样了 兄弟们 老二正在操作里面的室内硬化 这边带子马上就弄好了 老二家的这个豪华露天 洗澡店 就快完工了 一二三冲上来 好嘞 往里头填充这个石料 小狮子一扑 地板就不一样了 好了可以洗澡了是吧 弄好了给大家看一下 太帅了是不是 后面还有最后一块 编织袋子 还有两块 给它敲一敲 大功告成了 你看看 你看看刚刚早知道 咱就不用那个小石子了 这沟里面你看 谁家倒的这个建筑垃圾 老二在这捡吧捡吧 把它拿过来 你看看 这个建筑废料 放在这刚好 兄弟们 豪华洗澡间 这是 是吧 哎呀 这就太帅了 再给老二家的这个洗澡间来个远景 兄弟们 就是这种造型了 老二孩子就打扫一下卫生了 然后再到老二的房间给大家看一下 啊对 给它擦起来 漂亮 小风扇转起来了 晚上睡觉再也不热了 后面的小灯泡 你看 下次咱们给它换个大点灯泡 哎 带着谁把拔去老爸 谢谢 你的长头发的脚进去很疼啊 啊 今天也是忙碌的一天啊 也做了两件大事 兄弟们 街店 还有一个是装那个 还有一个是后面的洗澡间 然后咱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兄弟们 老二过来来 跟叔叔阿姨再见 叔叔阿姨再见 姑姑姐姐 拜拜 拜拜 拜拜